正確包裝可以保護產品 並且延長保存期限 從外觀分析 可區分為軟、硬兩大類 硬包裝主要是由塑膠、金屬、玻璃 或紙張製成軟包裝 則多半使用塑膠原料 應用範圍以食品類居多 咖啡,你慢慢喝 以發展趨勢來看 軟性包裝是包裝行業 發展最快速的領域之一 光是2020年 市場價值就高達1193億美元 預估到2024年之前 每年都有6%的年複合成長率 它這個是屬於雷射 它有一個雷射光澤感 能讓軟包裝材料需求強勁增長 並且讓本土龍頭企業 走出國內搶下海外訂單 最大變化因素是 消費者的要求趨勢 尤其是包裝專屬的環保屬性 開始成為必備賣點 我們在這些年致力於出口外銷 我們出口外銷的比例 從以前的很少數 到目前已經占接近40% 做外銷有我們的一個競爭優勢 絕大多數都是做跟環保相關的產品 比如說紙上印刷加上生物可分解的一些複合材料 提前察覺市場動態 早一步升級硬體設備 讓台灣品牌在綠色商機中佔有一席之地 關鍵人物是這對副子黨陳永順與陳介忠 每天三點半起床 四度走走 有機會就一起看看自家栽種的咖啡樹 有沒有紅火石可以收成 都市裡的鄉村生活 確實讓這兩位比別人更早了解到 在地小農想要推廣產品的包裝痛點 2011年的時候我們在做品牌客戶 其實一個基本量動輒五、六萬、十幾萬代 以前我們長單非常多 那一個產品一做兩、三年 那在於物聯網興起 那我們發現市場上慢慢有了一些變化 那尤其是一些比較小眾的一些 客戶的詢問度開始變高了 有時候光這樣的詢問 就將近佔了百分之十到二十趴 甚至有一些小農或是電商都興起了 那他們要輸掉我們是沒辦法做的 後來數位印刷機可以開始印軟性保采 這是一個機會 那最近這機器會不會偏移 傳統印刷來講 這個圖案需要做七支板 所以它有必須要花了 可能數萬塊的板費 然後到這邊來的時候 它完全不用板 把客戶端把電腦檔案丟過來 我們直接編輯 就可以直接輸出 新創訂單雖然量少 比不上傳統常單優勢 但在越來越多品項問世 尤其是寵物食品加入市場後 企業整體營收明顯提升 讓擴增數位產線科目 必須提前排上議程 希望明年能夠正式上線 一舉拿下 更多藍海市場中的數位訂單 不光是布局數位印刷 爭取全新的小眾市場 對於能夠穩定營收來源的 大型訂單 本土企業 採取改良印刷方式來應對 透過柔板印刷 兼顧環保與獲利空間 柔板印刷機 它不像傳統的凹板印刷機 它有電鍍的過程 有備水的問題 那這樣的一個柔板的一個 製板過程是完全沒有這個問題的 加上這個水墨印刷 它不需要像傳統的一個 容器型的印刷機 再要裝一個廢氣處理的設備 所謂傳統凹板印刷 是利用虎石雕刻等方法 在金屬原柱上刻畫出印刷圖案 之後再通過加壓方式 將油墨印製到印刷品上 製作過程容易產生化學汙染 至於柔板印刷 類似橡皮圖章的概念 先將印刷圖案刻在橡膠片上 之後包入滾桶 再放進印刷機 在不同材料上 都有良好印刷效果 是柔板印刷的主要優點 這一塊 這很淺 只有很淺不好印 10% 差不多10%左右 對 能夠搶佔商機 讓台灣軟性包材產業 在綠色潮流中脫穎而出 剛接下掌舵人職務的陳介中說 台灣產業要想有所突破 接班已經是繞不過去的坎 每一步都要慎重處理 還好當初他父親的選擇正確 這才讓企業迎來真正的成長 我們跟一般傳統中小企業 比較屬於家族色彩的情況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那我們的老總總長 他是很比較屬於那種 傳協不傳職的這樣的觀念 並不是說這個 就是父親要交給兒子 我在92年 接任總經理之後 沒有辦法做一個 這個比較好的整合 所以說在95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向董事會侵蝕 整合不順 反而製造更多問題 陳永順並沒有刻意 站在兒子這一邊解決紛爭 反而同意陳介中離開企業 將職務交給專業經理人 順利化解接班危機 離開後 陳介中投身金融投資領域 一直到三年前 陳永順認為企業要再次成長 上市上匯至關重要 是時候需要由具備財經專長的人 來掌握 這才促成父子黨再度合作 我們多年來一直都是以銀行融通 作為這個資金主要來源 去年剛完工使用的這個第三場 本身就耗資將近六億 將來我們這個也是希望說 能夠藉由這個資本市場 能夠多一個籌資的管道 從食品包材起家 超過三十年持續不斷的升級轉型 成功將觸角延伸至 醫療與電子產業領域 未來本土軟性包材龍頭企業 要用MIT品質搶攻更多綠色商機